6月14日,韩国YG娱乐代表杨贤硕宣布卸下一届职务 此前,YG旗下的胜利、锦寒冰等多个艺人设负面新闻 杨贤硕本人也被指涉性招待案,进入毒品调查 杨贤硕14日发布公文说 对喜爱YG和所属艺人的粉丝们感到非常抱歉 我认为绝对不能再让YG所属艺人和歌迷们因为我而受到伤害 我打算从今天开始放下YG的所有职务和所有业务 正式宣布将辞去YG代表一职 此前有多家媒体爆料杨贤硕2014年7月 为访韩的两名东南亚富豪安排了有偿陪侍女性 对此,YG娱乐公司表示了否认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